誰可以最快把車子組好 打好機器 可以出騎的狀態 我告訴你 我平常跑不去量哲瑞 但我主車可以比他 我遇到難題了 我這個氣嘴 我出國前還有先拍自動照片 我們現在人已經來到了日本 競鋼的 KONASTE 這其實我們上一次也有來住這邊 跟大家開箱這邊住宿之前 我們現在有個小比賽 沒錯 我們身邊已經有兩大箱子 等一下我們就直接進行 因為我們第一天剛到 對 來比賽一下 誰可以最快把車子組好 打好氣 可以出騎的狀態 我告訴你 我平常跑不去量哲瑞 但我主車可以贏他 我們等一下輸了 輸了怎樣你說 再想一下 我們這邊很多天再考慮一下 懲罰要怎麼做 直接開始 好 主車最重要的是頭的安全也很重要 安全帽先戴好 還有空在那邊弄東西 你等一下輸你就知道 Oh no 我第一次看到我的線掉了 怎麼辦 誰可以救我 可惡 你的線我看起來包的很少 怎麼辦 我快緊張死了 我的天啊 有沒有看到 我的線只有一條 這邊直接插下去就好了 對不到 空氣鬆開了 我千萬不要像梁德瑞一樣愛講話 我就是要專心自製的趕快弄完 天啊我的 工具 我們明天的向導在旁邊看我們表演 一定覺得我們很白癡 想說我們在幹什麼 可以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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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 果然太久沒弄就是會搞錯 哇 怎麼那麼快啊 什麼 為什麼教練都會有時間偷看鼻情啊 我告訴你 他就是這樣子才會輸我 拜託 你也不想想 我在煮這個的時候 我還沒有騎車 你還沒開始騎車 天啊我這是一個老人的發言耶 天啊我好後悔我講這句話喔 是啊鄉親啊 有沒有看到我身後這邊 欸應該看不出來 來這邊看來這邊看 有沒有看到我身後 我們有要飛去日本 咖啡太多人不能太大聲 欸我們上一次去日本啊 還有很多很多支影片 還在陸續剪輯還沒有發布中 所以大家如果想要看我們日本型系列的話 記得持續鎖定頻道 因為還有接下來超多東西要分享 那上一次出國之後就很多人詢問 到底在帶自行車出國這件事情上 會不會很麻煩 我可以直接先跟大家說結論 其實超簡單 你只要多買一件行李就好 很多人可能會擔心說要帶腳踏車出國 需要多一個託運費 其實是沒有這個託運費產品 除非你有超重或是超出尺寸規格 就會有收取這個超額費吧 但其實我們這次使用的這個箱子 就是它其實是在規範裡面 所以它其實就是多買一件行李的費用 就可以解決你把自行車帶出國 可是其實我在行前買機票的時候 就已經有在官網先登記 我有就是備注 我有一件是自行車 它有寫大概要先備注 但我們都有先行登記 所以來的時候其實就跟一般一樣 掛完行李 然後我就多買一件 所以我就有兩個行李箱 兩件行李掛完之後就正常流程出去 但一樣會有跟行李一樣的重量限額 那像我們這次拉成華航 它的限額就是23公斤 然後這次蠻有趣的 我們大概上一次是快兩個月前來的時候 超級嚴謹 那時候我們大概只操縱了0.2 0.3公斤 不給過就不給過 變成說要分開 然後這次我們有超額一點點 他們就還蠻通融的讓我們通過 但比較要注意的是 以前是可以把公斤數的總額加起來 他現在沒辦法一個人就是掛兩件 就是兩件行李 那你兩件行李加起來 單進就是不能超過那個限中 最後呢 我們竟然在出發前 領機票才發現 我們意外這次竟然是搭到了 飛翔皮卡丘計畫 有沒有看我身後 皮卡皮卡 耶 上飛機了 1.2 2.2 5.3 6.3 4.3 6.3 2.2 2.3 5.4 5.4 5.2 5.4 我現在 我們人在休息站 這邊是海老 海老 它的名產 好像是這個 看起來很像哈密瓜口味的菠蘿麵包 但這個等一下再吃 然後我今天的午餐 因為剛下飛機 但這邊實在是逛了一圈 都是賣沒有什麼素的可以吃的東西 所以我買了一個 這個什麼 鹽糯 鹽糯海苔的飯糰です 應該就是一個 就是海苔醬 然後還有這個是 它是什麼生薑大根 就是 醃漬的 蘿蔔乾的感覺 還蠻好吃的 配一個 一定要喝麥茶 竟然沒有什麼素的可以選擇 先吃吧 現在這個部分 在組裝我們的 那個把手的定位 先組裝好之後 等一下就可以裝前輪了 我已經聽到它在裝前輪了 哪有那麼快的 我真的很認真在弄耶 我平常都自己亂煮一通 今天為了梁澤芮 我要超努力 我的工具耶 我覺得哲瑞呢 就是太細心了 這種事情比快呢 就是要像我一樣 先整個弄起來有樣子就好了 怎麼那麼快 不可能吧 我遇到難題了 我這個氣嘴 我忘記我有擦這個麥克風 我一直罵髒話 我忘記這怎麼裝的耶 天啊 喔你有拆後面啊 我的是要拆啊 不然裝不下來 喔是喔 因為你車架比較大 你的不用拆啊 就可以裝得下 對因為我車架比較小 沒有接到電耶 怎麼會 前輪搞定 手後輪 為什麼每次好像這邊都出包 我來看一下我那時候拍的照片 我出國前還有先拍自己的照片 我剩作管然後龍頭弄好就好了 啊還有還有那個棒棒糖 喔我知道我要讀什麼了啦 我如果贏教練 教練要一輩子幫我做我的課表 哈哈哈哈哈哈 我把他送練到幾歲 他就要把我弄到幾歲 我的後輪好了喔 這個好了就跟你講很快喔 我還沒啊 灌氣是最快的 先拔掉這個 來 來 梁澤瑞 教練加油好嗎 我現在要置中 然後我就可以把我的龍頭鎖起來了 然後我就要好了 發現我少了兩個墊圈耶 你好了喔 我連牛力板手都鎖好了 怎麼可能 耶 喔 耶 耶 各位觀眾 請容我教一聲 學姐 失敗 我剛剛不小心講錯一個 非常老人的話 就是我在拍主車影片的時候 他都還沒開車 你也不想想我在組這個的時候 我還沒有騎車 你還沒開始騎車 超零也不過就兩年的時間 所以我對於這個車子的熟悉 我會再多加認真再加磨練一下 就是應該說我要多多出國幾次 我就可以把這個裝箱裝得非常順利 想當年我幾乎是每個月都在日本混的 然後就一直拆一直煮 一直拆一直煮 天啊 這是我第二次使用它 但我覺得這個就是真的還蠻好用 欸今天這集沒有介紹 沒有業配 大家可以去看上一次的影片 對對對 而且我們兩個很剛好 剛好一次一個人用大的 一個人用小的 對啊 真的還蠻順利的 我真的很想講一下廠商 還是很感謝他們 因為他提供了我們全套的裝備 就組裝的時候很方便 但重點是懲罰來了 我跟你講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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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